关心财经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财经报你知 好 亚币走势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攀升 显示市场投资人看好全球大型经济好转 重返风险资产 全球六大央行达成长期流动性互换协议 以防未来发生金融市场动荡 Google公司推出新款智慧手机 搭配最新版Android作业系统KidCat 搜寻功能更强大 使用更安全 中华电信通过与日本伊藤中商市的合资案 未来将在台湾成立新公司 共同经营以企业员工福利为主的 电子商务业务 一项以纯手工打造文明的 意大利珠宝品牌 因为它非凡的设计 还有高品质的制作 这几年是迅速串红 连英国皇室都是它的忠实粉丝呢 这品牌创始人最近来到洛杉矶 要把独一无二的珠宝艺术品 介绍给南加州的华人朋友 风景优美的意大利佛罗伦斯 又被誉为金奖之乡 因为许多五彩缤纷的珠宝 都是从这里生产制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牌之一 乌沟卡拉 每一件珠宝都是采用天然宝石 由设计师以纯手工打造完成 非常稀有珍贵 强调珠宝完全是在佛罗伦斯的工作坊制造 无论是这一条20克拉的bling bling锦链 精致可爱的章鱼项链 甚至是贵气逼人的手镯还有耳环 都是独一无二的华丽食品 就是要满足高端消费族群 看准美国华人对精品的喜爱 这个已经有45年历史的意大利珠宝品牌 特别找上南加州知名的华裔珠宝商合作 希望以绚丽夺目及富创意的设计 让消费者看到与众不同的手工珠宝 东正是连离金机会员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